现在这个多端也很快就止损了 因为它这里来了一个放量 放量刚好达到我的止损 又后来转向做成了多头 因为我止损设的点是这里放了一点点 因为有这么大的距离也没有办法 你这止损也不可能放到这个位置来 没有逻辑 做这种端呢 就是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就在此难免的 上次是比运气比较好 一个插针没有插过没插死 所以说刚好又碰到了一波运气了 这个止损只能这么设 没办法 刚才又开了一个多端 开伤的价钱是30058 在这个位置 等于是这根K线收盘以后 这根K线收盘以后 我就做了个多端 止损设在这个下面一点点 是这个前波段低点的下面一点点 29918 把它总体来说 还是当成一个区间看的 区间高空低多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的话 这里又有个小的区间 因为有的时候这段时间做的话 个人感觉吧 特别有的时候它放量的时候 又怼不停的往下面怼下来了 又很快 那东西又接受不了 知道吧 这里做了个小平台 我可怕理解为小平台 做了一个回撤 有一个做个区间运动 刚好站住了往上面走 这样开的话心里会有底一点 止损放在这里来也还好 放过来一共有点数不少了 有100多个点了 就3070多 有100多个点 其实还好吧 点数有点大 但是因为这点数比较大的话 盈会比可能会差一点 盈会比拨一个1.3 1.4吧 看一下这里到这个位置的话 差不多会只赢个70%到80% 剩下一点点去拨一个好点盈会比 因为有的时候你 你考虑那个成功率的话 胜率的话 你盈会比会稍微差一点 没办法 慢慢去摸索经验吧 感谢观看